作词 李宗盛 在这一段经文之前 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概念 如果照世尊这么讲的话 不能由他的硬化身跟他的报身 来进入佛的法身 那我们每个人对三宝的这个恭敬 对三宝的这些想法看法 又如何能让自己 能够进入真正的清静呢 其实很多修行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会想说我不应该丢掉佛 我应该要懂得那个 要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 在那里 所以我如果不用这个法 来告诉自己填补自己 那么我又如何能够契入 而去有完整的知见 这个就是很多人 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法质特别重 无法见空性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出家人 这个法上面的执着 比在家人 还更严重一点 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要用清静心来看三宝 你用清静心来看佛 你用清静心看法 你用清静心看身 你会知道佛跟法跟身 之所以出现在我们 说佛世间 那也本身是愿力 也是因缘 在这个地方 你本身所处的位置 你本身所处的位置 是契入于佛法身 整体 整体要表达的实相 而不是契入佛法身 个别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你要知道佛无上正等正觉 他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 是我们众生本来就有的东西 所以你在学佛的过程 是学他的样子 是因为自己错乱 我们听法 是因为内容错乱 我们学习生 是在了解有人 真正有这个意愿在修行 他是一个学佛的助办 他在提醒我 告诉我 让我警醒 我应该进入 而这个所有的一切样子 所有万法 你不需要全部都学会 你才开悟 你不需要是科学家 你也不需要一定当医生 你也不需要一定种过田 拉过车 你也不需要一定是走过农夫 你也不需要这一辈子一定要具足什么什么什么全部会 你才能契入佛法 其实不是 所有一切宇宙万法的同存 跟你契入佛法 人我空 是没有冲突的 宇宙万法 十项里面的道理 生灭 这些道理 它本来就是这个道理 不需要你放在心里 拿来一直坚持的要温习它 这样你才会聪明 都不是 而是 你在看这个所有一切佛法身的时候 它并不是批判的 它不是分别的 它是了解 这是实相中 它的精神状态 这个 这个所谓 佛的精神状态 法身 这是你的以为 你以为哪一尊佛 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有什么样的愿力 哪一尊佛 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有什么样的愿力 其实 这个都是众生在以为 你以为这个法 这个法 佛所说出来的这个法 是因为他说才有 这个也是 我们是愚痴的状态之下 因为我们 无名 我们不知道 沦落多久了 所以他提醒这个法的时候 我才初次 初次听到 所以这个法不是 佛发明的 它不是佛发明的 它本来就是万法一切的实相 当你读这个法 当你读这个法的时候 你就会油然 自然的去了解 这就是所有干净的一切 对于佛跟对于法 都提升到没有分别的绝对 清静自由自在的状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佛对你 他就不是压力 法对你就不是知见 我们一般人修行的时候 会一直抓着佛不肯放 抓着经论不放 经论要不要抓 经论要熏习 经论要熏习之后 就是拿经论的内容 经论里面的指导原则 来指导我自己 所以不是 熏习经论的文字 所以每一部经论读完之后 你就会获得 某一种自由自在 而并不是获得 某一些沉淀下来 一层一层一张一张的 所谓经论的文字 所以他有形的背后 就是要告诉你 无形的 无上正等正觉 觉悟是什么 这个才是你对佛法生 正确的看法 如果你对佛法生 有正确的看法的时候 佛法生全部不会给你压力 而你的恭敬心 是本来一切里面 他就是相应的 他的恭敬是不打折扣的 他的恭敬不会因为 哪一尊佛 我才特别恭敬 也不会哪一个法师 我才恭敬跟不恭敬 也不会哪一部论 哪一部经 我才恭敬不恭敬 这个时候 你对于三宝 跟对于所有的佛法 不一定 不一定在金刚经弃入 也不一定在维摩节经弃入 不一定大臣起信论 也不一定是楞严经 也不一定是大玻璃经 你契入 是在你生命的现场中契入 我们会以为读经论而开悟 其实不是 如果你以为读经论而悟开 那个是静态 翻掉你之间的物 你真正的物 一定会在你生命的现场 从你现象中去看到那个理 而现象中 在这所有的万法里面 是妙有 而那个理 是绝对清静的空无 这样合并起来 叫绝 就是佛所说的正觉 但我们还没达到无上 我们可能觉悟到某个层次 还有一些 偶尔飘忽过来的习气使然 思维的那种组织架构 常常的我又不小心的飘进去 那个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那个执着又飘出来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散过去 一散过去的那个觉知 那个觉知又看到自己 好相 我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法相 所以 所有的经论 无非就是让你简合的工具 所有的法 无非就是要让你达到正等正觉里面的办法 那我们呢 在读这个经论的时候 你要有种词 这个种词 在很多人以为种词 是用背诵的 背诵完之后的种词 它就是法生种词 我们种词 我们种词这个语言文字 那就是阿难 那就是阿难 阿难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可是阿难最后从种词里面 而误开啊 对不对 那我们呢 现在接受阿难记得的 如是我文 这都是阿难口诵出来的 对不对 世尊所讲的 所以 我们种词是要种词 那个法药的清净 要不然我相信 同学你会被 你能被几步 你能被几步 你能被几步经典 有限 经论要种词 就是种词 这一步经论 它给予你指导原则里面 那个境界 就是那个 那个办法 你当你这些出来的时候 你自然知道 这个我像人像众生 像瘦者像 放掉 然后让自己 恢复到清净 任何的法相 这个时候 你能够懂 懂这个减合 而放掉 就是你种词这步 那你的内心 有这种 一种 像状 有自己的位置 自以为的 这个就要种词 楞严精 知道 磨镜 这个磨镜 这个就是一个种词 所以任何一步经典 它慢慢在走的时候 前面 都有把 所有的大纲说完了 那后面呢 就是要细部的 在开言 等于 你就没了 没了 之后 再讲细部的 那这个细部的 我们就继续来读 来 翻到第六页 第六页的地方 虚菩提 白佛言 我们就直接读到第七页 最后一行 何况非法 这一大段 是经文 法译是连贯着的 来 一起来 虚菩提 白佛言 世尊 佛有众生 得文如是 言说张句 身实信否 佛告须菩提 莫做事说 如来念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当知世人 不于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 而众善根 已于无量 千万佛所 众诸善根 文是张句 乃至一念 身尽信者 须不提 如来 西知 西见 是诸众生 得如是 无量福德 何以故 是诸众生 无父我相 仁相 众生 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相 则为 着我 仁众生 受者 若取法相 即着我 仁众生 受者 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 即着我 仁众生 受者 事故 不应 取法 不应 取非法 以事 亦故 如来 常说 如等 彼秋 知 我 说法 如法 欲者 法上 应舍 何况 非法 好 这一段呢 虚菩提 再提问 虚菩提 是懂着的 但是众生 不懂 因为虚菩提 的慈悲 他把这个时空 拉到耳后的众生 也就是 我们 我们能够 来了解 这个问题 因为这里面 有很多 是在说 我们现在的情形 所以这部经呢 在中国 在后代 一直流传开来 因为我们就是 他现况 所说的这些人 虚菩提 他就在 请问世尊 会不会有众生 听到 佛 你如上 所说的 这些 张句 这些张句 是解极成 经典后 才叫张句 在当时 应该是说 颇有众生 德文 如是言说 这个张句 应该是后来 也加的 对不对 当时还没有记录啊 在阿曼的脑子里 听佛 你这样说 生实信佛 会真的 确确实实的 去产生 相信的 这个信心 那他内容 是什么 也就是 离向度身 无助行尸 若见 诸相 非相 则见如来 佛你所说的这些 会不会有人听了 会怀疑 会真的 以后的人听了 会实质的 去相信他吗 佛 佛告诉须菩提 莫做是说 你可别这么说 因为我说的是实质的状态 所以他的延展 是敬未来记的 佛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 修复者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佛如来灭后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入涅槃之后 后五百岁 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了解 佛经里面 在讲五百岁 五百岁 在黑板上 有给同学做 这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重点摘要 在冥想里也有 我们对于佛的 正 相 末 正法 相法 末法 这个在佛经里面 都有在论述 佛入灭后 初初的第一个五百岁呢 因为这些大弟子们还在 这些人的根器 比较清净 这个时候智慧容易 容易开发 所以初初的五百岁呢 解脱坚固 只要照着弟子们 所教导的办法 佛所说的法意 还不会偏差很远 所以大家呢 清静之中 比较容易弃入 得正解脱 当时的修行人呢 有修就有正 在第二个五百岁的时候 禅定兼顾时期 当时呢 智慧 就是众生嘛 会为了个别的 每个人的自私 环境里面的 我保护 慢慢比较取向 个人的条件说 所以呢 慢慢这个智慧 也没有得到 一个比较正确 正确的指导 所以当时的众生 根器还不错 进入了深深的禅定中 所以当时修禅定的 兼顾时期 还是有修有正 虽然在修戒定会 三无漏学的时候 每个人要看这个禅定 这个禅定 如果你以佛所教的 这个办法去学习 跟所谓外道所教的禅定 都叫定 但是它的答案 是差很远的 在当时 佛所教的这个戒定会 在弟子的传承之下 还不偏差 所以呢 只要你能持戒 能够修定 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有修有正 是在讲正法的一千年 这个佛法还是原位 还没变位 接下来的第三个 第三个五百岁 就是多文兼顾时期 话说 在我们中国 引进佛法 引进佛法 也就在相法这个时候 最为 最为 蓬勃发展 在正法的后来的六百年 就是第二个五百岁的时候 很多大论师 大论师就出现在世尊了 在世间了 在第三个五百岁呢 多文兼顾 在第四个五百岁 塔寺兼顾 这就是相法了 相法 有一千年 这个时候的佛法 听起来 似乎像是佛所说的法 可是加了太多的水 加了太多的果汁 变位了 真正得正的 大毕丘僧 当时 真正误看的菩萨呀 我们实在难以去掌控 难以真正面对面的 可以去了解 去碰得到 因为离佛 慢慢的有两千年之久的时间 所以当时 如果你停留在多文 而你只知道 见塔寺有功德 这样的修法 是有修而无正果的 如果你懂得 这一切 无非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能够从多文 而能够文字修 能够持戒 而进入定 自能开发会 所以你在相法中 相法的时间中 一如同在正法 所以正相末 并不是 只是在时间上 而是在讲 它的发展上 在正法 难道没有 外道吗 难道没有 有修无正者吗 有 所以呢 正法中 依然有 正相末的众生 相法的时间里 一样有正相末的众生 如果你不听闻佛法 你本身 邪知邪见 邪失外道 纵使你在相法的时间里 亦如同在末法 对不对 再来看 再来看第五个五百岁 也就是末法一万年之初 末法呢 根据佛所说 末法整整有一万年 我们现在就在末法开始的 第一千年以内 有的说 佛陀到现在 两千五六百年 所以第五个斗争坚固时期 已经过了 现在进入了第六个 也就是斗争坚固时期 有没有看到点点点 继续斗争吧 所以如果呢 我们懂得 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斗争 我们懂得众生的心意识的执着偏差呀 我们懂得而不住斗争中 我们能够多闻之后 修定 能够在定之中 用佛法来简合自己生命的点点滴滴 就能够正入解脱 所以这个时候 可不可能有修 可不可能有证 当然我们可能还是要三大阿僧奇节 才正得如佛 所以所谓的有修有正 有修无正果 跟无修无正 讲的就是住 你如果住 你如果住在斗争坚固 你就是在末法 当然你无修也无正 别谈修也别谈正 如果你今天多闻 而只有多闻坚固 你有修会不会正 语言文字 是不会正的 是不会正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都是要跳开 都是要跳开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是斗争坚固 是不是真的斗争坚固 是 是真的斗争坚固 我们不要以佛法来看 我们以社会来看 这个讲的过程不是在讲佛法而已 因为佛法讲的就是在生命现象当中 我们现在的政治是不是斗争坚固 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是不是斗争坚固 是不是 过去是父子子孝兄有弟公 现在是怎么样 爸爸偶尔 爸爸要跟儿子之间要互动 他要如父又如友才行 对不对 妈妈也是一样 要当好朋友 不能高高的当老母啊 对不对 然后儿子还可以指责老爸 你的不是 老爸呢 自己再来 自己展现一下老大的威仪 所以现在哪个家庭不斗争 哪个家庭不斗争 我们看大的斗争 国与国之间斗不斗争 斗争呢 社会 社会 党政之间斗不斗争 斗争呢 家庭里斗不斗争 同事里斗不斗争 连自己心里都在斗争 光一个人就斗争的厉害了 更何况全体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斗争坚固 你要翻过三越过零 要翻过三越过零 你要第一 你要去看到自己在内心的斗争的背后 有一个不满足跟一个想满足 想的欲望很强 不满足是欲望很强之后 评估我不满足的情况 所以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因是我想满足 果是我不满足的哀气 所以因果是同时在心中 我们一般常常看到自己的欲望提前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因 欲望很强烈 我想去满足 其实同时 那个果是不是在 我不满足的时候 马上情绪出来 是不是斗争的厉害 所以我现在应该 我这么难过 应该去满足 是不是 是不是斗争 这个中间的过程 斗争坚固 在众生的心中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了解 佛法就是要化平这个东西 佛法就是要告诉你 你要进入解脱坚固 而不是要进入斗争坚固 为什么在经典里 讲菩萨永远住正法 因为基本上戒定会 后面就要马上讲了 他本身的戒定会 当你有戒的时候 你的欲望自然打折 一直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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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只会留下 生命必然要运作的标准模式而已 这个时候不谈欲望 他没有欲望 而是你该如何 在这个里面运作 所以当你有戒的时候 是不是又回复到正法跟向法的时候 所以佛在讲戒这个东西 在我们现在戒好像硬邦邦 戒好像硬邦邦 其实戒是很温和 而且很舒胜 让你很清凉 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可是大家就怕 规范了自己的野心 让自己的欲望要打折的时候 很不愿意 如果你要看 你真正的痛苦来自于欲望 那你就要好要心去持戒 你很欢喜的去接受戒 你就会懂 就会懂内心没有抗争 只要你持戒的过程里面 你有痛苦的感觉 就知道那个就是欲望过强 第一要抓到的是欲望 并不是为了抓戒 戒是帮助你看到欲望 戒并不是要来打击你 戒是要来帮助你 同学这样了解 那我们一般来讲 都认为说 这个戒好恐怖 这个戒很恐怖 这个跟同学讲 这只是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经验 供给大家做参考 在我以前 一样跟大家都是一样 在家人 那只要谈到戒 就有一个莫名的欢喜心 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有些时候你的想法 跟大家的想法又不大一样 那我们的价值观又不一样 当我看到戒 五戒是什么 五戒的是什么 杀到阴望久 自己去延伸去看 去懂的时候 发现好欢喜 很自然 当你的欢喜心 知道他在告诉我什么道理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持 你就自然就会持他 当你看这个戒 觉得他是来规范我的 你在持戒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感受痛苦 当时我皈依的师父 有一天在受戒 大家要受五戒的时候 我并没有报名 我带了一个小朋友在身边 他说过来过来过来 今天给你受五戒 就直接抓过来 直接受五戒 当我那天受戒 我受几条戒 我就持几条戒 因为发现 当我懂得戒 而去持戒的过程里面 再也没有杂思杂想了 连对话都不用 我们人世会很多对话 内心会有很多对话 当你持戒 你知道戒的时候 内心都不用对话 真的就不再对话 而自己本身就会 在这个里面 有一种清静的智慧 会如如现前 如果你能够懂得 斗争兼顾时期 是因为没有戒 没有戒 才会乱 有戒就不会乱 你要看任何一个道场都一样 有戒的话就是不会乱 因为它制度在 它标准在 那这个标准 不是任何人说出来 是佛告诉我们 它是从完整清静正德 自在解脱之后 流出来的生命规范 生命规范的一种准则 所以你都不用去怀疑 你自然就会让自己稳定下来 所以建议同学 不要把戒放得很遥远很难 而是知道 那是一件非常愉快 没有负担的 生命的准则 标准模式 斗争兼顾的众生 如果他能持戒的话 他就不会斗争 他就不会斗争 那多文像法这样知道 我们如果不仅仅是多文 是文师修 戒定会 我们就永远有佛法 再来讲现在是末法之初 我们要如何让这个法 能够弘扬 佛的所有经论都在 这样是不是就叫正法 最好是有大德 视线德政菩提 来作为我们的指导 因为佛 他说他来世间八千次 而我们只认识一次 还有很多菩萨 不退转菩萨 愿力发射在娑婆世间 救度众生 还有这些菩萨 对不对 所以这些菩萨 是不是也会带引我们 继续修行 所以我们要让所有的经论 同存 在这个时候 这样我们就不是末法 我们是末法之初 而要如何让佛法兴盛 佛法弘扬 那我们可以用 佛所说的三法印 四法印 来验证 来验证这个佛法 加了水 加了果汁 加了调味料 加了很多匹域 要告诉我们的佛法 到底 是不是 正确的 佛有告诉我们 怎么减和 而我们的内心 如何来看待自己 小小体悟的内容 也是一样 有波蕊经 有涅槃经 还有 这个 楞严经 楞茄经 来减和 这是内心的 如果我们在行为 生命的过程里面 你就看你烦恼飘荡 烦恼会不会偶尔 突如其来的 就有一丝 一丝的 这个烟呢 若有肉舞飘荡 就知道 你是不是 能够解脱 自在 看到你生命的现场 能不能够成全 所有一切 就知道 你的菩提 道 是不是 真实 所以在在处处 还是有办法的 那 我们回到经文 佛告须菩提 说 你不要这样想哦 这个后五百岁啊 以经文讲啊 应该不是在讲解脱兼顾 应该是在讲 末法的时候 那这个后五百岁 如果是第一个五百岁 就是我们现在刚经验过的 可是我们现在 这个经论还在 对不对 还有大道场在办 三规五戒 菩萨戒 甚至出家 我们台湾出家的戒 还是算 出家人的戒 还是算 很普及的 出家人一定会去受戒 所以这个戒是在的 时就看个人了 那如果这后五百岁 讲的是末法 一万年的最后五百岁 还是有持戒修复者 他说 与此张具 还是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佛是不妄语的 所以佛在说这个的时候 他强调 后五百岁 还是有人在持戒 有修复 那这个人就会生信心 为什么讲到后五百岁 这个人 不于一佛二佛三佛四五佛 而众善根 因为这个人 应该是过去生 过去是旧有修的人 在末法的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是比较自私的 功利 主义 每个人的自由意志 太过 太过 发展 每个人都讲要有我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每个小朋友 每个学术派 都要追求 你 每一个我 这是我的理论 今天你读心理学 你就知道 他有几个派别 今天你读哲学 你就会知道 哲学的论述 今天你读医学 他就会告诉你 人体的器官要怎么医治 他先教你如何开刀 如何懂得这个部分 到你要毕业之前 才有几堂课是讲医德的 医德排在末 他是技术为导向 科技里面 他讲的是功利的状态 自然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金钱的钱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生命做打算 就是享受的部分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真的还会有人 真的是在这个上面 会去修福吗 有的会 有的不会 会的人 他如果还能持戒的话 这个人 其实是现在 才听闻佛法 这个人过去生 过去世 一定 跟这个佛法 有直接的接触 对于三宝 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 才能持戒 才能继续欢喜的去修福 有的人持戒不修福 有的人修福不持戒 能够持戒跟修福者 这个一定是修行人 而且发过心 不管他发的是有肉的善心 善根 开发有肉的善根 还是无肉的善根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人 一定是继续修下去的人 只要你愿意持戒 就不会斗争 记得 因为持戒 你会懂得 生口意的口业 口业要修 现在哪一个业比较重 我们说生口意 哪个业比较重 都很重 对不对 斗争时候 是哪个业比较重 表现出来是不是口 表现出来是不是口 那是不是意 本身在里面 生根本就不用谈了 生根本就不用谈 但是慢慢以后的人 生是退化的 大家都知道 以后的人 他的身体是退化的 现在已经达到这个瓶颈期 气候大变化 生理结构 已经有一个瓶颈 要突破这个瓶颈 人类才可能 才可能能够超越疾病 超越疾病就是不会那么年轻 就得癌症 现在得癌症是年龄层下降 现在得忧郁症 是从国中就开始得的 现在国中高中生得忧郁症的很多 大学生中措的很多 他们说平均一班 一个班级 现在大学 一个班级如果35个人 至少 至少有 五到七位 有的时候更多 都中间在毕业之前 一定会休学一次 而且老师会鼓励你 你过不了关的时候 你休学 下学期再来 它产生 为什么会休学 在哪里产生 在内心产生 当你生命第一次碰到 情感的挫折的时候 当你第一次看到 你的目标不够明显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 这个时候 老师就会指导你 跟你讲 那你就先休学一学期 把它厘清了再来 化约过你心里的瓶颈再来 所以要让你先 拧除掉你内心的斗争 所以这个斗争 来自于比较 斗争来自于不守自己的生口意 尤其是口业跟义业 所以我们在末法的时候 这个生慢慢会用法令 比如说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那法治的国家 它用法令来规范 大的不犯大的不犯的生业 但是其他的生业 自己本身不限于台面的 不限于台面的这些情形 已经没有人会特别去规范你 根据 根据调查结果 有外遇 有外遇 这个外遇 有夫 有夫之夫或有夫之妇 跟年轻 未婚者的外遇 或是 有夫之夫 有夫之妇 本身 其他跟有夫之妇 有夫之妇的外遇 它的笔值 达五成以上 所以身上面的造作 因为没有戒 杀到淫忘酒 如果 淫戒在 如果忘语戒在 这个就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就没有 杀戒的话 现在对人 人是不可以乱杀的 对动物的杀 是没有阻止的 但是有一些 环保单位 是不是在 抗衡 在抗衡 这个滥杀的情形 让物种 生态 没有达到一个 平衡的现象 如果有戒的话 有杀戒的话 这些情形 是不是会 比较好 所以如果 末法里面 末法里面 只要你愿意 持戒的话 你的身 跟你的口 基本上 这两条 这两条 是会平缓的 那你的身 跟口 不错乱的状态之下 你的意 它本身 就会很平静 因为你不用对话 你不用拿 错误的标准 错误的价值观 来成为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戒 在佛法里面 它是三无漏学 之根本 戒定慧 世尊说 后五百岁 有持戒 修福的人 对这个张俊 能不能生信心 绝对能生信心 既然有戒 你在看这所有的内容的时候 你内心出来的恶念 出来的恶念 你就会有一个 一个讯息 让你必须去面对它 它说 以此为时 当知世人不于 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种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 种诸善根 这匹喻过去有修 曾修戒定慧 曾经发心 在我们的这个 明相解说里面 有给同学 持戒 戒的这个部分 在这里 只是把里面的摘要 提出来给同学 温习下 持戒有十种利益 第一种利益 是满足一切智 也就是 修菩萨行者 如果能持境界 则身心清净 慧性明了 一切智行 跟誓愿 皆得满足 这是第一 持戒的第一个利益 你持戒并不是为了他人 也不是为了自己 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 如果你把戒看了 他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很愉悦的事情 持戒的第二种利益 如佛所学而学 如佛所学而学 因为我们要学习 自在解脱 所以如果我持戒 三无漏学的话 写定是这样的过程吗 第三种 智者不悔 戒行清净 生口拒无过失 有智慧的人 他对于持戒这件事情 他绝对不会诋毁他 不会去破戒 不会去毁戒的 第四个 是不退誓愿 坚持境界 能够求证菩提 第五个 持戒的利益 是求助于行 安住于行 你如果持戒的话 不犯他人 对自己也能够不犯 所以自然能够安住于菩萨行 第六 气舍生死 第七 木勒涅槃 第八 得无缠心 没有缠辅 第九 得胜三昧 第十 不乏信财 这个是持戒的十种利益 那我们来看持戒 持戒 持戒的人有四种等级 在这个经论里面 很多的经论里面有提及 如果是为了得今世之乐 那么 那个持戒叫下等人的持戒 我持戒是为了 我不犯别人 别人不会犯我 所以我会日子过得好 这是非常基础的 只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叫下人持戒 第二种持戒 是为了富贵 欢愉 示意 或期待后世之福乐而持戒 为忠人持戒 忠人持戒就怎么样 哎呀 我们是乞丐 我们不杀 以后呢 我们就不会多病 那我们不打妄语 那以后呢 就不会有人诋毁我们的言辞 那如果我们不协贵 那以后呢 我们的妻儿大小 就庄严 家庭和乐 这是为了期待以后的善果 这个叫终人持戒 终等人 你这个持戒的心 还不够完整的 第三 是为求解脱涅槃而持戒 这个是上等人的持戒 我们持戒 所以才能自由自在 我们持戒 才能够不犯 而我们持戒 才不造作恶业 最后我能够入涅槃 这种是上人持戒 第四个持戒人 为求佛道 怜悯众生 了知诸法 求实相 不畏惧恶道 不求福乐 这种持戒 才是上上人的持戒项 所以持戒 是不是有次第 有层次 刚刚跟同学讲 如果你要知道 生命的 所有一切因缘法理念 它本身 是具足了 所有一切功德的 你应该 每一个人 应该都是清清静静的 所有的众生 都是公平的 持戒本来就是 正常正确的圆满相状 所以你是用这样的圆满 再做一件正确的事 这个没有什么福乐不福乐 也没有所谓未来不未来 它本身就是一个修行者 佛性展现的完整状态 这样来持戒 以自庄严 这是一个自庄严 很多人持戒 都会问 我为什么要持这条戒 像我们在寺院出家人 跟大家在座的 居士大德不一样 有些时候 我们里面的师父 我们会对谈戒律 我每一周有好几堂课 有的师父就讲 他里啰嗦呢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为什么要这样展现 只有一个概念而已 你突破就好了 这本来就是 佛性的展现 这本来就是自庄严啊 你又不是要给人家看 这本来就是自性的 清净庄严相啊 哪用勉强 如果你会感受勉强 就表示你有习气啊 修行 不是 也要把自己的 这个整个习气 给翻牌吗 这是自庄严的啊 嗯 真的 所以这个意愿 根本就不用再谈 那也不用说 我要持戒 那种很尖色的 真丁 我一定要持戒 自庄严而已 懂了 你就自然庄严 这个戒 不是为了框 而是为了开发 这样读是不是比较轻松 同学 戒是为了框你吗 是框震你的习气 框震你的错乱 那戒的层面 大家都知道 在家有在家的戒 每个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持那个戒 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不用别人教 你也会自我制约 清净的佛性线前 戒律 戒条 那 有跟没 没有差 你的意念里面是干净的 是自庄严的 所以 世尊讲 这些众生暗喻的 过去有修 众诸上根 所以他文士章句 乃至一念 生尽性 他不偏空 也不偏有 他就是能产生 清净的 这个 清净的信念 这堂课的重点是什么 是告诉大家 你过去生 过去世 是有修的 不然你坐不着 这个是真的吧 但是 还是非常微脆的 所以错乱的生口意很多 对不对 这一堂课 记得 口业要修 因为我们站在斗争 先弄清楚 你心中的斗争 来自于一个强烈的欲望 这是因 你心中的不安 你的躁动 来自于欲望 没有满足 这个欲望 本身产生出来的果 所以你在因果中 每天因果中徘徊 你为什么不抓好 你可以责定来抓好 对不对 今天的这堂课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对于清净三宝 跟你正德 清净法身 是完全不冲突的 是完全不冲突 你所有的知见 跟放下知见 跟你清净的正德 是完全不冲突的 他本身就是在讲实相 你进入的时候 佛法都是要帮助你解脱 不是帮助你压力 学佛是越学越自在 越学越庄严 越学 越能够觉 而不是越学压力越大 抓住这个重点 不要以任何的像 来评估所有的一切 因为这样进入不了 你自己的法身 你内心已经有了知见 有了声音 有了执着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